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0月18号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是谈什么 川普正式宣布美国退出全球万国邮政协议 第二个话题是谈中共给解放军的两个上将 一个叫房峰辉 一个叫张扬 给他们正式确立了他们的罪名 好 我们先讲第一个话题 这个川普退出万国邮政协议这件事情 很多朋友呢 可能不是很了解 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什么叫万国邮政 那么川普为什么要来宣布退出万国协议 川普这么大一个总统 他怎么能对邮政这个事有那么大兴趣 那么这就回到很多人讲川普只是个商人 他不是政治家 他斤斤计较 不管你怎么去看川普 他究竟是商人也好 他是政治家也好 但是川普他对美国发生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 川普呢 他都要去解决 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听之认之 因为川普这个人就是大洞要堵 小洞呢 他要补 那么所谓大洞大家都知道 全球每年对美国的贸易利差 美国达到将近上万亿 就这么大的一个洞 川普在他接任以来 他先后的要把它补上 因为光中国一个国家和美国的贸易利差 就有三五千亿美金 那么包括加拿大 包括欧洲 包括日本 韩国 这些所有的国家跟川普跟美国的贸易 都是嘛 美国都是贸易利差 也就是别人都占了美国的便宜 因此川普他就决心 要在他的任期上完全解决什么 解决贸易利差 这个就是大洞 他要把这个大洞完全堵上 目前来讲这个洞基本给他堵得差不多了 因为大家看到美欧协议已经签订了 美澳协议也签订了 美日 美韩 北美三国 就是美加墨都分别签订了 那么川普通过跟各自的单边协议签订之后 他废除了嘛 废除了奥巴马原来的TPP 这样的话川普就把贸易利差这个大洞完全堵上了 那么大洞要堵 小洞呢 小洞要补 什么叫小洞要补 也就是万国邮政 他给美国纳税人造成的财政税务补贴 大洞呢 大到好几个亿 那么这好几个亿对于整个美国上万亿的贸易利差来讲 他可能是个小数字 但是这个小洞 川普也要把它补上 为什么说万国邮政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漏洞 那我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你任何时候你只要打开美国的亚马逊或者eBay 你随便搜索一个商品 那我就简单了 以我们头上带的这种牙式帽来举例 如果这个你收一个牙式帽 那排名第一的产品是什么呢 一定是价格最低的 那么价格最低多少呢 这个价格可以达到叫0.99美元到1.99美元 也就是你在一个美元左右 你就可以买到一个牙式帽 而且这个牙式帽是包油 那这个产品在哪卖 不用去想都知道这个产品百分之百 是在中国的卖家才卖 而且这个产品是从中国运出来 那么整个中国这个产品从中国跨一个太平洋 从中国境内运到美国 他给你最高的价格才卖1.99美元 而且商家呢还有利润 这样的事可能发生吗 你就算这个帽子的成本 哪怕就算一个美分 如果是美国的卖家 一个美分的这个成本的帽子 他在美国如果送快递送邮寄 他即使记得他家隔壁的村庄 那么1.99美元也绝对做不到的 那为什么中国人就做到了呢 这就是吧 这就是因为世界上有一个邮政结议 叫万国邮政 那万国邮政是怎么产生的 万国邮政本来是为了协调各国邮政之间 互相发生的各种国际快递 国际包裹 他之间选择的一种平衡 这个平衡他是为什么要建立 怎么产生的 那我们简单的举个例子 比方说爱国和毕国两个国家 这两个国家比方说差不多大 这两个国家每年每个国家都往对方国家 积一百万个包裹 比方爱国积给毕国一百万个 毕国积给爱国也一百万个 也包括的重量啊品质啊都差不多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么也就是爱国收到了毕国的包裹 帮助毕国把它一百个包裹 在国内把它送掉 那毕国借到爱国的包裹 把爱国的这一百万个包裹 在国境内把它送掉 那么双方大家基本是平衡的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有什么万国邮政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全世界一共有二百多个国家 国家之间大小不一样 国家之间地域水平不一样 每个国家之间 记得这包裹的重量 一碎一燃一报 或者是一些保鲜的物品都不一样 那在这种情况下 国际快递国际包裹 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样全球主要国家就做下了商量 说我们呢 我们搞个万国邮政协议 也就是各个国家 大家呢来平衡一下 怎么平衡呢 肯定是拿钱来平衡 就制定下一定的邮费 一个包裹它多少重量 多少里程 然后运送呢 大致呢是多少邮资 这个邮资呢以美元 来作为一个统一的核算家 那么全世界就制定了 这么一个标准 就是大家互相记包裹 我们按重量里程 来计算这个包裹 运送这个包裹 它大致的价格 这样呢在国际邮政业务中呢 就出现了一个叫终端费的东西 那这个终端费的东西 什么意思呢 就是挨国邮政 如果让毕国帮助他跑腿 就是我的包裹发到你毕国了 就是我挨国的包裹发到你毕国了 你毕国负责把我所有的 这些东西送掉 并且你毕国呢 承担了这个里面的费用 那你毕国发到我爱国 我同样也承担你这样的费用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世界上因为不平衡 很多国家 它很富裕很发达 它寄送的包裹特别多 很多国家很贫穷 它根本呢就没有什么包裹 那么在这种费率怎么计算呢 所以说万国邮政呢 它呢最终 所以万国邮政呢 最终呢就把全世界的国家 它分为叫三大类 这三大类叫ABC 就我们讲的一二三类 那么这一二三类呢 它就规定发达国家 经济条件特别好的国家 它算一类 那美国呢 就属于呢一类国家 而中国呢 中国强调我们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发展中国家 我们不能放在一类 所以中国在制定万国邮政时 中国呢是属于三类 是属于最差的一类 那么所有的费率是根据你不同的一二三类 不同的系数 不同的比例计算出来的 按照这样去计算以后 你三类国家的这个包裹 进入一类国家的话 那么一类国家必须要给你在游费上进行打折 这个折扣就会给的很低很低 也就基本上一类国家 要给三类国家基本是免费送 这个游戏规则定出来以后呢 本来在通常的情况下问题不大 为什么呢 当时制定这个游戏规则的时候 那时候世界经济贸易没有那么发达 因为像老挝啊 柬埔寨啊 越南这些穷国家 你说你把包裹寄到美国 英国 德国 那是非常非常少的 而英国和美国之间 美国和日本之间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 他们因为什么 大家都彼此互相基本平衡 我寄十个 你可能也寄我有十个 我们都是发达国家 我们各自补贴这些费用呢 我们不在乎 而这些贫穷国家 因为根本就没有可能 穷人国家地区 有那么多包裹 既往富裕发达地区嘛 所以说美国也不在乎 对你们穷人国家的 这个包裹寄过来 我们稍微给你补贴点费用 因此万国邮政的规则 就这么定下来了 就变成什么 三类国家的包裹寄到一类国家 有一类国家呢 帮助补贴 而一类国家寄到三类国家呢 往往三类国家呢 就不需要补贴什么 因为这个汇率的系统换算 就变成什么 是属于就是发达国家 它要补贴那些中小弱小的国家 制定这个游戏规则的时候 它本来是什么 是一种全球平衡 是为了什么 为了富裕发达的国家 来帮助那些贫穷和落后的 弱小国家 通过国际包裹快递的这种模式 然后呢 让彼此这些商品又流动 这是万国邮政最初 设立这个规则的初衷 那么美国当时设定在第一类 中国自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 所以中国呢 放在了第三类 当时美国没有跟中国有那么多计较 因为那时候的中国经济 刚刚搞改革开放 还没有那么发达 所以说美国完全认可了这个协议 也一直 也一直按照这个原则来这么做的 所以说万国邮政的这个游戏规则定下来以后 在一开始执行的前几年 都没有什么太多的矛盾 各个主要邮寄大国之间的费率差不多 所以大家对这件事情 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但是电商发展起来了 随着互联网不断的发展 电商发达的国家 这个邮政包裹就开始越来越多了 你比方向中国和美国来比 中国每个月现在能发上千万个邮政小包裹到美国 而美国现在发往中国的这个邮政小包裹可能不到十万 电商发达的国家每个月都开始有几十万几百万个邮政小包 总向英国美国和日本 而这些国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包裹要往中国邮寄 这样就导致什么 导致了发达国家以美英日这些国家呢 大量的补贴他们国家的邮政呢 来帮助中国人的这个包裹里面在他们的境内送费 所以这样就变成什么 变成中国每个月有上千万个包裹发往世界各地 而一旦进入了他们国家的境内 由他们国家的邮政帮助你消耗这些资费以后 就变成了商家的商家就包裹了 那么美国在这个上面承担了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eBay亚马逊 它百分之九十的产品 甚至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产品 是来自于中国 因此就是什么 因此美国的邮政就大量的巨额补贴 给到了什么 给到中国的这些小商家 你看美国福布斯电视台公布的一张表格 这个表格是美国政府历年补贴万国邮政 为境外涌到美国来包裹里面的一个补贴的价格 这个表格显示 光补贴中国邮政小包 每年就达到了三亿美金 所以说你可以理解 为什么在亚马逊上 你一点九九美元 你就能买到中国基础的一个帽子呢 对于这种体制 美国老百姓一开始根本就不清楚的 但是随着美国电商的逐步发展 美国的电商就发觉 跟中国大陆 跟中国大陆做电商很吃亏啊 尤其美国本地的小卖家 他做不过中国大陆 他觉得你夸扬过海过来的东西 你还能包有你的运费基本是免费 我在美国卖一件小商品 卖到我们美国本地 有的甚至都没有挂州 但是我必须要支付这种高昂的运费 所以美国的这些小卖家就不干了 他们就开始来了解这个事情里面 究竟它的生存原因 所以今年美国的几个新闻台 包括福布斯新闻 都专门做了一次非常详细的专访 把中国人的这种聪明 全部讲清楚了 这下子就捅了麻风我 美国国内的很多民众 完全就反对 万国邮政在美国继续的 这样的机制 但是美国政府是一个 一直是信守契约的国家 它一直是遵守 万国邮政的这个约定 它对发展中国家 寄到美国的包裹 每年都进行大量的补贴 而这种补贴耗费的费用 在美国每年好几亿 光中国就补贴了有三个多亿 可以讲99%补贴了 补贴到了中国 因为中国的电商 现在相当发达 那么你想想看 一个小包裹 你就以中国深圳 寄到纽约的费用来举例子 那么一个从深圳 寄到纽约的费用 只有美国国内邮费的呢 一半左右 因为中国人掌握了 这个原则以后 比谁都聪明的中国人呢 充分利用了这个天然优势 然后通过海外的淘宝网站 和美国最大的这个电商平台 亚马逊 向美国大量的销售那些廉价 包有一些小商品 这对美国普通人来讲 大家也很乐意啊 反正我买这个商品便宜了 至于从中国运过来 邮费哪一个补助 那美国人不管啊 作为美国普通消费者 人家只要便宜就行啊 只是伤害了美国的小商家 因为美国的小商家 也想在美国做生意的话 他这一块邮费 是要他自己承担的 而邮局是要跟他收这么多邮费的 所以他不可能包邮 而这种便宜又包邮的 中国的这种产品呢 大部分都是伪劣产品 都是山寨货 因为这个山寨货 他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他呢相当的便宜 又利用邮政的网络进行分销 他一下子就把 对美国本土的中小型的制造业 和零售企业 可以这样进行 就是说灭绝灭迹的打击 也就是美国的中小产业 美国的中小型制造业 和美国的那种小型零售业 就没办法生存嘛 因为中国的产品又便宜又包邮 那美国老百姓只要一买 那美国本土的这些小商品的制造商 和小商品的零售商 他们的店和他们的厂 就没办法生存下去 不光是这样 中国的卖家相当聪明的 中国的卖家很快就发现一个诀窍 他们利用什么 他们利用这个邮费基地 他们可以批量地生成 生成很多虚假的订单 在美国境内随机寻找地址 然后发送空包裹 就这个包裹里面没东西 没成本嘛 因为运费便宜 因为运费几乎免费嘛 基本没成本嘛 没成本他们这样干什么呢 是增加他们在美国电商平台上的销售量 一旦这个销售量达到某一个级别 然后呢亚马逊也好 Ebay也好 美国的电商网呢 都会给他们反例 也就是变成他们寄一些空包裹 他们可能用的成本 只有零点五个美元 或者零点八个美元 因为包油 他们只要空包裹 实际上就是一个空纸盒 在美国找到那种邮寄的地址 然后呢用一个空的纸盒子 他们的成本就是那一个纸盒 因为油费免费 然后大量的 批量的生成订单以后 在亚马逊和Ebay上面 形成什么 形成那么极大的销售量 而这种销售量上去以后 按照亚马逊也好 按照Ebay也好 它的这个奖励规则也就是 你达到多少销量的时候 每年是有多少反例的 所以中国人的聪明 全在什么 全在坑蒙拐骗上 而这种坑蒙拐骗不光是在国人 他们早就带往海外 他们早就在海外 发现有一点点 他们可以钻的空子 有一点点可以利用商机 人人都去干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嘛 美国纳税人用自己的血汗权 养活了嘛 养活了一帮中国骗子 帮助他们在美国的电商平台 去欺诈美国的消费者 并且呢消灭了美国一大批中小企业 这个事儿川普早就看到 所以川普对亚马逊是非常不满意的 不止一次指责过亚马逊 虽然亚马逊它的交易量巨大 给美国纳税人上交的税收非常非常低 而且占用了美国极大的资源 包括美国的邮政资源 因为美国的快递本来是相当发达的 但是这些快递 现在可以讲70%的运能 都给亚马逊占有了 而他这个里面所付的邮费 大量的是美国通过万国邮政 给亚马逊补助 所以说亚马逊销售的大量的 来自中国的包裹 这些包裹里面的90% 中国商家 他们在于什么 在于世界上最高的什么 劳工税了 营业税了 消费税了 等各种形式 最后嘛 最后这些钱都落到了共产党的腰包 然后就是人民日报财大起初 可以呢 拿着党国敲诈美国纳税人的银子 高喊的跟美国讲 卖汽车航母 啊 贸易逆差不是我们天朝弄的 你有航母不卖 那是你的问题 他想降低贸易逆差 你就卖几手航母吧 这就是人民日报的理由 人民日报什么 因为财大起初有银子 银子哪来的 银子是靠中国的消费者 到美国敲诈美国纳税人的钱来的 中国人就是这么干的 所以川普他退出万国邮政 那是因为川普完全看到了 美国在执行万国邮政政策中 被中国专了巨大的控制 不仅仅是在邮政上 美国每年补贴的这几亿美元 川普心疼 最重要是什么 是最重要你们用这种包邮的方式 你们大量的这些虚假 这些假冒伪劣产品 在美国在美国畅销的同时 消灭了美国的中小产业 消灭了美国的中小零售店铺 川普的这个就业 他就是要保障最底层的人 有就业的机会 有中小制造业复活的机会 有中小零售业能够经营 能够养活自己的机会 你现在中国这些电商 你就完全把这些产业击垮了 所以川普他退出万国邮政 他就是准确地看到 中共利用中国老百姓的贪婪 对美国进行的经济侵略 说来说去还是讲 中共这个权力它是个公权力 这种公权力一旦被中共这个邪党 这个遏制他们私有的话 那么在这个权力私有的情况下 他可以吞利一切社会公平 而我们都知道权力是不能私有的 财产是不能共有的 这是一条铁律 凡是共产主义国家 凡是社会主义国家 高喊的全民所有制 高喊的共产主义 在这个背后都是什么 公权力的执掌者 他们什么 倾吞人民的利益 然后嘛 然后让老百姓给他们做炮灰 他们利用老百姓的贪婪 利用美国万国邮政的这个漏洞 让中国淘宝上的上千万的商家 每天向美国寄送大量的包裹 享受美国纳税人的免费 免费包邮 然后共产党通过各种税收 再把淘宝上面挣来的那些钱里面 再给有一大部分 给共产党收归国有 所以中共是最大的榨取人民血汗的人 而中国的人民在被中共榨取的同时 是绞住了脑筋 然后呢 想办法怎么样 想办法怎么去坑崩改变 去弄到自己的钱 随着川普退出万国邮政 川普要退出世界上很多过去不合理的国际组织 包括联合国 包括很多国际上的组织 这些组织在这么多年来 已经没有再发挥这个组织成立的时候 应该发挥的作用 所以川普会毫不犹豫 退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组织 来保障美国人的利益 所以说随着川普退群 随着美国不断地在各种国际组织中退出以后 很多中共过去可以利用这些国际组织 利用国际上公平交易 利用发达国家对弱小国家补贴的这些原则 专控制的这种机会 中共以后再也没有了 因此大家要看到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 它是全方位的 它会逐步实施的 而且对中共的每一个步骤 都是什么 川普看准了中国的经济走向 他知道中国这个经济是靠掠夺资源 掠夺世界公平机会获得的 川普斩断了这个以后 中共它没有这个经济来源 就没有血液供应了 中共这条恶龙 它不死也得死 好 谈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中共通过中央军委 昨天正式发布了 中共原来的上将 房峰辉和张扬 公布了他们的罪行 说这两个人严重违反党的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则 这是第一步 主要是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则 然后违反中央的八项规定 和军委的规定 这些行贿受贿 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情节极为严重 数额特别巨大 而且是对党不忠诚 不老实 搞两面派 做两面人 政治上是蜕变 经济上贪婪 生活上是腐化 严重损坏 党和军队的形象 这个受贿行贿 他都说到了 那么 那么大家都知道 受贿 那是底下人给他送 行贿行贿谁 他们两人都已经是上将 一个是中共军委改制之前的总参谋长 一个是中共军委改制前的总政治部主任 这两个人叫嘛 就我们叫总部首长 在中共体制里面 中央军委委员 只有总部首长 才可以有资格担任军委委员 胡锦涛那一任上 除了军委四个主席 就一个主席 三个副主席 胡锦涛本人是主席 习近平是副主席 然后呢 徐才厚 郭伯雄是副主席 两个副主席 然后撑下来这几个总部首长 担任军委委员 基本上 胡锦涛就是在虎穴里面作战啊 胡锦涛那一任的军委委员 全部是腐败分子啊 胡锦涛一个人 一斗那么多腐败分子 除了这习近平 这一个扛麦子都是连接的啊 别的都是坏蛋啊 那郭伯雄啊 徐才厚啊 张扬啊 房峰辉啊 这个个都是啊 这些都是胡锦涛那一任的 军委委员 这些人 被习近平定为什么 是党的十八大后 说他还不收脸 不收手 顶峰为继 尤其是张扬 最终什么 最终以自杀方式 企图逃避党籍国法的陈处 是严重损坏了 党的事业和军队的事业 那张扬为什么自杀 那张扬是用自杀的方式逃避 那张扬如果不自杀 张扬是造反会怎么说 中共这些那么多高级将领 被中共抓了那么多高级将领 你看宁愿像张扬中自杀的 没有一个人敢扯其次造反的 我们稍微统计一下就知道 习近平接任以来 对中共的将领 他的一个方程是 是二加八加一百六加一万八 什么叫二加八 什么叫加一百六 什么叫加一万八 二就是两个副主席 军委的副主席 郭伯雄和徐太后 那么八十八个上将 然后呢 还有一百六十个少将和中将 这是指将军级的 就有这么一二百个 然后一万八个嘛 那一万八千个是校级军官 就是校级或者位级军官 位级军官很少了 因为一个位级军官 在是中共来讲 是算是基层军官 基层军官虽然也有些贪腐 但是话讲 没发到财啊 没搞到钱啊 而且搞的那点钱 赶紧给上面送啊 你看任何一个高级将领 他们倒台的时候 给他们定的这个罪名 都是什么 都有行贿受贿 受贿毫无疑问来讲 是底下人买官 底下人给他送 所以徐太后 郭伯雄家里面都是 呈卡车的拉影子 但是行贿回谁 已经是解放军的上将了 已经是军委委员了 他需要行贿 除了行贿 军委主席副主席 他还需要行贿谁 他不可能给他 比他低的级别的人去行贿吧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每次给他们定罪 行贿要定的 但是被行贿人 那为什么中央部把它挖出来 为什么这些被行贿人 现在可以吗 高高在上去查处那些行贿人 抗日战争 国军一血分战死掉的 那么多将领 都没有共产党 这次落马腐败的将领多 共产党这些腐败将领 他们有几个人打仗的吗 而且很多落马 不光是贪腐落马的 还有很多将军 都是喝酒喝死的 还有很多将军 都是对女军官 日后提拔考察的时候 日死在床上的 所以这种部队能打仗吗 中共这个部队 这辈子世界第一 文公团太阳系第一 喝茅台 全宇宙第一 就这样的部队 习近平在2020年 他说准备到台湾开战 南京军区有一个副司令 叫王洪光中将 他说什么 他说一旦对台湾开战 台湾的军队 根本就支撑不了三天 我想这个王司令 你赶紧就打吧 你明天就打吧 台湾明天打 按照你那么牛逼的话 台湾不是三天撑不到 三个小时也撑不到 你赶紧发兵吧 你看看台湾能撑几分钟 我就盼着你们打 共产党发兵台湾的那天 就是共产党灭亡之时 因为共产党上上下下的 浮夸风 腐败风 赤河风和所有军队的将领 他们是没有任何作战能力 同时他们对军队里面的日常管理 日常条例 他们是完全不清楚的 我给大家发一张照片 你们可以看到 这张照片上是习近平 带军委的所有副主席和军委委员 在视察过程中 他们穿着军队里面的战靴 他们穿着军队钻鞋和军队的服装 那么这个照片上有一个细节 作为我建民是一个老兵 是曾经当过海军航空兵的人 一眼就看出 因为军队里面的条令规定 所有的战靴必须把鞋带 是放到靴子里面去 不可以把鞋带放到外面 它主要是在作战行军之后 如果鞋带在外面那些花叶枝草勾到以后 有可能给你造成受伤 所以规定鞋带必须是拆到靴子里面 那么你看这张照片上谁做到了 这个照片上面所有军队的高级大佬 这些都是上将 都是军委委员军委主席副主席 只有习近平一个人的这个作章靴子 它是符合标准的 别的所有军委委员都违反了条令 他们的鞋带都在习越外 那为什么习近平能做到 你觉得习近平了解条令吗 习近平背了世界上一百几千本名作 他不可能就背条令 因为习近平的靴子不是他穿的 是他底下的卫士帮他穿的 而这些卫士都是年轻人 这些卫士的条令都要背着滚瓜烂书 非常非常的了解 一个字都不能说的 才有资格去当卫士的 所以他们很清楚 他给习近平穿这张靴子之后 这个鞋带一定是要放到这个靴子里面去的 至于别的军委大佬 他们不敢当着习近平面 找人也帮他们穿鞋子 所以他们是自己穿的 这才会产生的是什么 习近平不懂条令的人 他这个鞋子是符合要求的 是因为什么 他的卫士帮他忙 所以这些将军们除了会喝茅台 除了会玩蒙公团的女演员外 部队最基本的条令 他们哪一个人知道 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这个规定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知道 就是因为习近平都是这些卫士帮他去做的 到中南海选择这些位置 这些人每一个人对军队里面的条令 对军队里面的内务条令 作战条令 和他所有的日常举止言行 他都是要把这个军队里面条令 背得滚瓜烂说 完全到位的 否则你到哪进中南海啊 这就可以解释 这张照片上面表现出什么 表现出军队的高级将领们 他们对军队里面的指挥作战和管理 他们是完全不懂的 他们每天只要什么 怎么讨好他们的领导 咱们知道在酒多场喝着茅台去拉帮结伙 咱们要到文工团里面去炮几个女演员 多找几个情妇 多生几个私生子 多藏一点钱 像李尚福中将也要放到美国 可惜李尚福被美国制裁了 绿卡也收掉了 财产也冻结了 家里面所有人 跟李尚福 只要有DNA关系的任何一个人 不得进入美国 不光不只能进入美国 还不能进入任何 跟美国有引渡条约的世界发达国家 因为美国对中共高级官员的制裁 它是包含什么 不仅是包含你在美国 是跟美国有引渡条约的 其他发达的民主国家 那么现在目前明确制裁的 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两个人 一是去年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的 北京武警学院的政委叫高岩 这个人曾经担任过北京市公安局的政委 他被美国严厉的制裁 那么他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年看到的李尚福 是总装的部长 总将 这个人也是被美国完全进行个人打击的 那么今后中共的高级将领 被美国定点打击的会 一个接一个 一个都跑不掉 那么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这样的话讲 中共的这些高级将领们 他们除了自己喝酒和共同团之外 然后就想着怎么样 用钱去行为自己的领导 怎么升官发财 张扬 黄峰会都已经做到中共军委委员上将级别 他们要行为的 除了军委主席副主席没有别人 而军委主席也好 副主席也好 这些比他们职务更高的人 这些人在查处了张扬 黄峰会这些上将社会之后 他们反而没事了 这就是中国这个体制 中国永远是统治者嘛 他可以用他的标准去衡量任何一个人 在专制的社会就是说 他们要你死你就死 他们要你活就你活 他们说你没事你就没事 天大的事也没事 他们说你有事 你哪怕你哪怕才是个蚂蚁 他都可以送你到大牢里面去坐牢 这就是中国这个社会 因此今天对黄峰会张扬的处理 他实际上是给中共所有高级将领的一个提示 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被习近平拿到秦城 所以趁着你们手上还有军权 趁着你们手上还有部队的指挥权和管理权 如果你们尽早的模反 尽早的给自己找一条生路 这才是你们自己彻彻底底摆脱 像张扬和黄峰会一样的结果 张扬自杀死了就跟一条狗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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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黄峰会没死掉 那黄峰会你就在牢底里面把牢坐穿吧 你永远向共产党去忏悔吧 而且像黄峰会这样的人 跟郭伯雄 周永康 令吉花 薄熙来这样的人一模一样 永远也不可能走出牢房 不可能活着走出牢房 这就是你们做人上人的结果 中国人的文化就是号召大家要做人上人 一个儒家文化几千年来 把中国所有的学子都装到儒家这个筐里面 干什么 让你们拼命学 学了干什么呢 学了不是学习知识以后 学习知识以后不是为了民事理 不是为了伸张社会正义 而是什么 而是要做人上人 中国人都说就是什么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屋 不完书了以后要做人上人 好了 一个个抢着做人上人 所以说这些中国历代的学子做人上人 大量是做权贵的权辱 为权贵去歌功颂德 还有一部分人 还有一部分人就像张扬防风卫 已经什么 已经做到人上人了 已经做到了上将司令长官 最终怎么样 最终要么自杀要么在牢里面 中国的人上人教育最终就是没有一个人有安全的 你觉得习近平安全吗 习近平也不安全 但是习近平他现在就变成 老子就这么干 你们谁不服 老子就让你们下地狱 所以说习近平那么蠢 他带来他的幕僚很着急啊 为什么呢 习近平发的话敢不敢不执行 不执行有可能马上乌沙茂就没有甚至下行程 如果执行就明知道错的 我们还要去 因为碰到一个那么愚蠢的君王 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不做会丢乌沙茂 做做明做的是错的 而且错了以后错了要担责 习近平就这么样去统治你们的 所以说在中共这些高级将领跟着习近平混的结果 就是什么 早一点把共产党这个党把它折腾完了 所以早一点把这个党折腾完了 早点崩溃了 早点报废了 人民早一点才有自由解放的机会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